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克拉比透露 下一次听证会将会闭门进行 从而避免布雷维克透过暗号的方式 向可能存在的同伴传递信息 警方在袭击案发生之后的第二天 对布雷维克进行了一次长达7小时的审讯 另外挪威警方今天还宣布 在于特党搜寻失踪者的工作已经结束 抢击案中丧生的人数最终确定为68人 但是相关的证据採集和取证工作将会继续进行